热闹灯会 音乐喷泉 夜经济带来大商机 民族风味 经典小吃 商业街巨来高人气 这个同胶味 同胸味 差不多要敲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 青山绿水孕育美味鲜果 慧眼时针 发现独特风物 我名思你呢 这叫斗鸡公 特别特别的鲜 本期生财有道 带您走进四川眉山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财有道 我是史涵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省的梅山市 最近梅山市各方面的生产生活 都已经恢复正常 尤其是在夜间消费经济方面 更是呈现出火热的状态 那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我们现在就连线 梅山市电视台的记者李亚元 亚元你好 好的 史涵 我现在是在我们梅山市的 东坡城市湿地公园 而这里也被誉为 我们梅山市的城市会客厅 因为很多游客来到我们梅山 一定会来打卡我们的 东坡城市湿地公园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钟左右了 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但是您看我们的整个市地公园里 已经完全热闹起来了 在我身后 我们的市民和游客们 正在这里等待着观看我们的 音乐水舞秀的表演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游客进入公园 要佩戴口罩 保持距离 出示健康码 由专人实时监控体温 在做好安全防控的前提下 东坡湿地公园迎来大量游客 原定于春节举办的灯会 在最近重启 更让湿地公园里热闹非凡 游人如知 灯会加上美轮美奂的水舞秀 吸引了平均每天 五千多人次的游客来此游玩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今天朋友推荐来这看一看 然后我就看了看 确实很震撼 觉得这个灯也蛮好看的 然后东西也蛮好吃的 准备再多玩两年 通过这个灯会的重启 我们也感受到了 就是我们的经济的逐渐的复苏 我们这个灯会周边的人气 在逐渐地提升 我们老百姓的信心又重新提振起来了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东坡城市湿地公园 它就位于梅山市的主城区 可以说是城市消费的一个核心区域 那么景点火了 周边经济又是否恢复了活力呢 那在我们前方采访的记者 现在已经赶到了湿地公园 附近的一个网红夜市 我们继续和它连线 亚元 好的 史涵 我现在是来到了我们梅山市 东坡区的商业水街 这里可是集吃喝玩鱼购鱼一体 同时这里也是我们梅山市的 一个网红夜市 那么来到这儿 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体验呢 今天我们也是专门邀请到了 我们梅山的网红苏小妹 苏小妹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苏小妹 今天呢就由苏小妹带我们来玩转我们的商业水街 咱们先去哪儿 嗯 这个既然来到了水街啊 它的名字呢有一个水字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玩水 那接下来呢就跟随着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走吧 东坡区商业水街 近临城市湿地公园 游客在公园游玩结束后 步行就可以到达 商业水街结合了东坡文化 古运建筑和园林景观等元素 主打体验式的旅游商业 时至初夏 水街里的清水游乐项目 得到很多游客的青睐 我就是这个本地的 下了班没事就会过来玩 挺好玩的 小孩子第一想玩就是来这里来玩水 夏天到了比较凉快 比较刺激 我们现在来梅山都喜欢到这边来玩 还是小孩子感兴趣的话就比较成功吧 因为小孩子很感兴趣啊 他们喜欢我们就跟着过来 古运街巷加上清水娱乐 给游客带来一静一动的体验 而水街里琳琅满目的夜市餐饮店 更是商业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今年4月25日开始 梅山市开展了消费促进季活动 第一阶段 由政府出资1860万元 在全市范围内投放消费券 前期主要针对餐饮行业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 不论街边小吃还是特色餐饮 大部分的商家都已恢复堂食 客流量正常 有些餐饮店门口 还出现了排队等位的现象 前面有一家非常有名族客 做的餐厅 我们要不要去尝试一下 走吧 走吧 那师长 欢迎光临 欢迎到我们谈调工作 你好 来 这边出示一下健康碼 您来一下体验 麻烦出示一下您的健康碼 好的 您好 我来一下体验 好的 请 苏小妹带记者体验的 是一家主打羌族风贝的餐厅 最近所有员工都已赴港 店里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用来中 这个羊鱼瓷巴的一个木钟 要把这个羊鱼放在里面是吗 对 我们羊鱼在这里 你看 这个羊鱼是我们专门用来中瓷巴的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 我们接下来要中它 把它中成那个瓷巴的那个状态 就是很黏很糯的 不断地敲打它 你看 就这样 哇 哇 这个土豆怎么这么黏 因为这个土豆是我们高三的 茂县这边的专门做养育18的土豆 这边土豆不行 你来试一下 我来试试 这有什么讲究吗 要放正 然后要使劲 往上去 对对对 往上去 加油 哇 这土豆好黏啊 第一次看到这么黏的土豆 感觉怎么样 好 要用很大的力才把它扯起来 是的 是的 加油 打起来费时费力的洋育瓷巴 是枪足人家最具代表性的日常饮食之一 需要将蒸熟的土豆打至粘稠 呈现出胶质状态才算做好 晚上七点之后 店里客流接近饱和 餐厅后厨进入最忙碌的时段 这家餐厅主打的大菜 是一道在五香麻辣汤底中 加入腊肉香肠 酥肉丸子等食材 做成的吐司吊锅 味道香辣浓郁 上菜方式独特 深受食客们的追捧 民族风情加上乡土佳肴 让这家餐厅成了夜市里的网红店 目前这家店单日流水 已经达到去年同期的八成以上 这个是我们刚刚制作的洋芋池巴 它的吃法很简单 你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把它打成这个像池巴状 一敲它是这样子 给它是蘸着辣椒面吃 蘸辣椒面就可以了 你尝一块 可以尝一下 什么感觉的 是不是糯糯的 还有带那个土豆的清香 我都在流口水看你吃 它有粘粘的嚼劲 是的 带着辣椒面 都体现出来了辣椒面的清香 对 这个洋芋池巴这道菜 就是我们枪主地地道道的一个土菜 亲娘娘的咋咋咋 咋咋咋 亲和亲和呀亲呀好咋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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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店里的招牌菜 是一种在四川经久不衰的爆款美食 阿姨 你好 您这是正在做啵啵鸡是吗 对 我们这个店 最好的特色就是这个啵啵鸡 为什么叫啵啵鸡呢 因为我们用串串穿上 然后放在啵啵里面 这是一个啵啵嘛 所以就叫做啵啵鸡 这边把碗也叫做啵啵吧 对对 啵啵 我们本地人就叫做啵啵 啵啵鸡是川菜中的经典小吃 距今已有上百年历史 将各类处理好的食材浸泡在味汁里 以冷食的方式上桌 不仅当地人喜欢 也颇受外地游客的青睐 是宵夜的首选佳肴之一 郑汉玉做了19年的啵啵鸡 鸡脚去骨是他的拿手好戏 要鸡出来是吗 对 把它取出来 感觉这是个技术活 对 你看 这样就出来了 而且还不能把这个鸡爪弄碎了 对 你看 这是骨头 骨头出来了 肉还连着 肉在这里面 对吧 我也来试一下 来吧 摸着这个鸡爪子 感觉就很有韧劲了 你看见了吗 它的一个刀痕 这是有小的 画的是一个小的一个刀痕 就从这里捏出来 外牙 不行吧 买了 鸡爪子掉下来了 对吧 你看 你看你这个 你看你这个就皮断了 我这个就削了 你看我的 你看 外牙 对吧 你看你的 来 第一张 这是不一样 好 我再来试试 再试试 再试试 郑翰玉做波波鸡 首选本地土鸡为食材 肉质鲜嫩弹爽 料汁主要有两种 麻辣红油 颜色诱人 味道浓烈刺激 而本地食客 大多会选择藤椒口味 梅山盛产优质的青花椒 这一碗香味扑鼻的料汁 更能激发出食材的鲜美 现在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了 你想想吧 尝尝我们的劳动果实 好的 先弄个鸡角 哇 这个鸡角 首先嚼起来就好脆呀 而且这个藤椒味 很入味 很淡淡的清香 还有这个藤椒的麻 和辣椒的微辣 就融合在一块了 吃起来特别爽 好好吃 对 带来一口 就是这个藤椒 和那个青椒融合在一起 它突出这个麻味 清香味 太有嚼劲了 好吃啊 可以 对于云林的时候 我们先就是从这个外卖住起 慢慢地 然后再恢复堂食 就是政府呢 又还是很支持我们 发放了那个消费券 现在的生意呢 逐步已经在恢复了 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 把它搞好 好的 可以说啊 景点带来人气 人气转化成客流 客流又变成了好生意 我们看到啊 梅山市的夜间消费经济 现在已经恢复了 良性循环 那下面让我们把视线 聚焦在梅山市的人寿县 对于当地人来说呀 最近的生产工作 都是围绕着一种鲜美多汁的水果展开 那我们的前方记者也已经赶到了现场 我们继续连线 夏宇文 好的 史涵 我们现在呢 是来到了梅山市的人寿县 琵琶是我们人寿县的重点产业之一 所以啊 这里也被称为中国琵琶之乡 这里的琵琶呢 因为果大 皮薄 知多 肉厚 所以啊 很受大家喜欢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人寿县 文工镇的一个 琵琶销售市场 这里啊 买卖琵琶的人非常多 您看啊 整个现场啊 都非常的热闹 恰逢琵琶大量上市 香果交易市场里人声鼎沸 一派热火朝天 人寿县文工镇 地处二俄山南路 这里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特别适合琵琶生长 是四川省最大的琵琶 集中成片种植示范基地 每年的这个时候 不仅当地果农 和各地果商会来次交易 还有很多游客 慕名而来购买琵琶 师傅 您是专门过来买琵琶的吗 对 从哪过来的 从城市过来的 我连连都要来 人寿的琵琶铁 还有一个 而且感觉是人寿的人头的 铁琶吃了很好 对人体都是很好的 鲜果零售 加上各地果商的集中采购 给文工镇 带来每天2000多吨的琵琶销量 大量鲜果从这里装车 运往全国各地 成为应季热销的水果佳品 现在咱们人寿有多少皮革品种吗 我们人寿皮革的种类比较丰富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几宽 就是属于大五星皮革 得名原因是因为它 这个地步是五角形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拿的时候要这样拿 它的特点就是皮非常薄 然后肉厚 汁多 色叶过大 你可以尝一下 哇 好大呀这个 这个应该是很优质的了吧算是 应该算是中等的 你尝一下 哇 真的好甜 一口咬下去全是肉 真的好好吃 离开交易市场 记者又来到了十家社区 这里是任寿县的 琵琶核心产区之一 种植出的大五星琵琶 品质上乘 在鲜果市场上非常享受 阿姨 你这一棵树产量就挺高吧 高 这一棵树产量 比起来就大了 我看今年这个光照特别好 感觉今年这个琵琶都要比往年的 要红很多 您家主要种的是什么品种 种的大五星 这个大五星的品质好 产量高 特别像这个天一干 这个水平少 每个琵琶都天差不多算的 果园经营者老杜告诉记者 十家社区的琵琶品质好 每年都会有很多游客 慕名而来 在果园里采摘 现摘现吃 但今年采摘和批发的销售量减少了七成左右 老杜不得不寻找新的销售模式 为此 他的女儿杜雪梅还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 大姐您好 您在干嘛呀 我在拍抖音视频 怎么想到这拍抖音 我有朋友 就是通过抖音 想买这里的琵琶 但是他要求是让我拍视频看一下 我们的琵琶的话 品质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主要是做个抖音宣传 这样来的 在这个网上的销售 给它比网家还好一些 我们农民都觉得这样的销售还好一点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精密结合 我们线上销售琵琶有6000吨 线下销售琵琶1.2万吨 这样不仅帮助老百姓销售了水果 而且帮助他们实现了 整收制服 可以说一颗小小的琵琶 印证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那在这片好山好水当中 还有什么特别的物产呢 那我们继续连线前方记者 好的 史涵 我们明山市的人寿县 地处神秘的北纬山湿度 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而这里呢 更是有着川西第一海 天然仰巴的美誉 2019年 我们仁寿县还被评为 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 所以说好山好水 也孕育出了好的食材 下面呢 我们就带您去品尝一下 我们仁寿特有的美食 走 跟我一起来 仁寿县的地貌 以丘陵为主 山水宜人 气候湿润 植被风貌 琵琶产业的发展 也盘活了 仁寿县的各类特产丰物 给当地农家乐和餐饮企业 带来了商机 这边的味道就是只有仁寿才有的 有那个清香味真的 很好吃 下次我们朋友聚会的时候 还有来 让食客们回味无穷的 是一种仁寿县特有的菌类食材 它有个奇怪的名字 豆鸡宫 豆鸡宫属于鸡宗菌的一种 它们自然生长在当地的田边地坎上 体型肥硕 味鲜 肉厚 营养丰富 豆鸡宫可以和蔬菜 肉类等食材搭配成菜 而在王天明的这家餐厅里 火锅炖煮 才是豆鸡宫人气最高的享用方式 你看现在这个豆鸡宫已经做好了 你可以吃 可以品尝一下 我给你 感觉煮了这个豆鸡宫之后 这个汤不浓了吧 特别浓 你可以吃 可以尝一尝 怎么样 特别特别的鲜 我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小心 放在嘴里嚼起来 这个豆鸡宫特别的脆呢 而且呢 感觉这个质地也非常的细腻 一做人在这个地方吃这个火锅的时候 豆鸡宫火锅的时候 周围啊 就是马路上去走的人 都可以闻到这个香味 对对对 我刚想说的一个重点就是 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鲜 特色美食聚集人气 风味料理带来口碑 最近 任寿县的乡村旅游及餐饮行业 已逐步恢复正常 记者来到一家主作鱼头火锅的餐饮店 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店里的每条鱼都带着一个小小的二维码 刚才我看咱们这个每条鱼上面都有一个二维码的标志 这是什么呀 这是黑龙滩 生态花莲鱼的身份的象征 生态花莲 然后每个都有这个二维码 我可以扫一下吗 可以 你扫一下吧 试一下 哇 果然显示出来了 这上面就显示了是我们黑龙滩的天然鱼 而且显示正品保障 那么我们这个黑龙滩的这个生态鱼 跟其他的普通的这个花莲鱼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你看这黑龙滩的花莲鱼 头大 微小 肉质 学别西人 我们做活锅的话 就是基本上都用鱼头 不用鱼味 每一条黑龙滩生态花莲鱼 都是人寿的一张美食名片 厨师除了要保证鱼头的完整 对鱼肉的处理也不能马虎 切成细嫩软滑的鱼片 和鱼头一起上桌 诚意满满 让人实质大动 这个端上桌的时候二维码还在 对 最主要是让鱼天人看 它也是一种身份 天人现场 还有快天年用来烧嘛 像我们这个鱼马上下锅了之后 在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讲究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小细节 就是咱们这个桌子上还摆了这个计时器 对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计时器 是用于来服务员操作的 你给控制好火候 掌握好时间 为了啥的确包口味 让客人感觉到煮肉 锡汁 好吃 火锅店的经营者万晓玲对记者坦言 当地政府的贴息贷款政策帮他度过了难关 投放消费券等措施又加速了乡村旅游的恢复 他家最近的营业额已经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70%左右 在他看来 食材不将就 品质不缩水 才能让人气越来越高 不辜负一方山水的馈赠 也不辜负各方的支持与帮助 为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六文 六宝要求 和全国两会精神 我们一是政策支持 复原器 支持企业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二是消费 促进富人器 持续开展 消费出经济活动 三是夜间经济 富商器 形成关灯会 产业景 吃业销 逛夜市 品文化的消费场景 生活总有它普通 却令人欣喜的一面 我们看到现在眉山市 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都已经回到了正轨 这是在社会各界努力之下 来之不易的成果 以保促稳 稳中求进 只有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产业发展才有人气 百姓生活也充满了希望